秦始明月和池冠 万里长征仍未还 但始荣臣飞降在 独叫狐马杜鹰山 中国史上有两位飞将军 西元前166年 匈奴大举入侵汉朝 就出了一位飞将军 这位飞将军非常的会骑射 一剑能射穿十丑 而且杀了许多的匈奴 赢得了许多的战役 且在五楚七国之乱时 随周太尉反击叛军立下了功劳 这人就是有名的李广 在一次出征匈奴的战役中 他带了一个叫魏清的人 一个王八蛋 我讲错了 反正他叫魏清 然后结果这魏清他妈给他乱带路 然后结果跟飞将军说 我们迷路啦叔叔 反正他就跟他说我们迷路啦 到了战场的时候 飞将军的队友全部死光光了 飞将军一个悲愤就文景自杀了 不过这不是我们要介绍的那位飞将军 我们的近代也有一个飞将军 飞将军他有非常多的名称 有人称他为长腿将军 也有人叫他孙跑跑 为什么 因为他一生都在逃跑 孙元良就是我们所说的 一代飞将军也是孙跑跑 孙元良他是国民革命军 第一军第一师连长营长 后任第一团团长 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 北伐时期担任第一师第一团长 在南昌与孙传方作战时 他就下了个命令 撤退 结果蒋介石非常生气 他妈的我的部队怎么会如此胆小乳鼠 所以蒋介石后来又多了一道命令 凡在战场上逃跑者杀无赦 而且整团的人都要被杀死 结果这个孙跑跑一听吓死了 套你妈的你这样我朝跑而已你就要杀我 所以他就跑去了日本 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搞了个野战炮兵科回来 哇他升级啦 后来因为蒋介石手中的将士所剩不多 而且大家又在谏言说 啊你不要再杀人啦 啊你再杀人你要没有将士啦 没有将军啦 你要怎么带兵啦 所以他就只好饶了他一命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孙跑跑非将军下列死守四行仓库 然后自己逃走了 呃你们打我先走 嘿嘿 我们的孙跑跑非将军 不但逃跑非常快 而且还非常的贪财好色 不仅将国防公司备用纳回基友 还将上海学生慰问团里面的漂亮女学生 诱骗回房间 这个情况被他们师的副师长冯胜法知道之后 他曾经去劝解他说 哎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人家只是学生 结果他竟然说 英雄总是要和美人系在一起啦 自古英雄都喜欢美人 尤其是我们在上海作战游公 做点小事有什么关系嘛 他就是这样的 非常的好色 而且非常的贪财 战争时期不忘强奸女学生 1937年12月南京保卫战 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南京大屠杀这件事情 日军攻陷中华门 非将军孙跑跑下令 逃 我们可以从李中仁的回忆录里面发现 他有写到这一段 因为他的逃跑 导致其他有忠之士 误以为是我军叛变 前面讲过了 蒋介石说 在战场上逃跑的人要诛杀 而且是 整连整团的人都要一起杀 所以那些 有忠之士的国军 疯狂的扫射的那些逃跑的国军 南京就这样落线 战争结束了 国共内战开始了 国共内战是淮海大战役 我们的非将军孙跑跑化身为农民 逃 后来他随着蒋公逃来台湾 又逃去日本开面馆 1975年返回了台湾高雄 于2007年结束了他的老逃跑人生 想年108岁的样子 所以事实的证明 你只要会跑 你就会活得很久 所以大家开始逃跑吧 感谢各位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内容的话 记得按订阅或分享 或者点个赞也可以哦 谢谢各位